你再说 找我什么事啊 有事快说 我还得借倩倩呢 我就是找你谈倩倩的事情 你有什么自恶跟我谈倩倩呀 我承认 我这几年没有经过父亲的责任 但是你能怪我吗 你瞒着我背后剩下倩倩的 又在不适当的时机 带着倩倩出现在我面前 你是怪我坏了你的好事吧 我就说嘛 这天下哪儿那么傻的白痴啊 她图你什么 她还不是爱你的钱吗 这眼看着我把倩倩带来了 反悔了吧 我跟你说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眼中只有钱 苏琴呢 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 是 当初是我不对 可是我知错了 我后悔了 于瑞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吗 好歹 倩倩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我当然会好好照顾倩倩的 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理由 我跟你说实话 我准备给你打官司 争夺倩倩的抚养权 你说什么 你看看你现在生活状况 你适合当个好妈妈吗 倩倩这么小 已经学会说谎 会骗人 你怎么教她 你别吓唬我 你别以为你这样说 反正就会把倩倩判给你 我不是吓唬你 我是在通知你 你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吧 你知道我这人 我于瑞决定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阻止的 于瑞 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绝情呢 我对你的感情 早在你离开的那一天 已经完全死心了 对了 我再警告你 别再做伤害苏琴的事情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 你真的要跟文萍打官司啊 是啊 我已经考虑过了 这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以后 还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但是 这张官司 我想听取你的意见 我 是啊 这个官司最重要的是 争取倩倩跟着我 如果倩倩真的跟了我之后 我也不知道 她能不能接受你 你会不会接受她呢 她是你的女儿 我没理由阻止你啊 你会不会接受她的女儿 倩倩有这样的妈妈 对她未来的成长 未必是一件好事 说起来简单 但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因为 可能以后 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 去再陪她教育她 我也想过这些问题 但既然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得自己承担 而且我也想过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 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 但是我知道 只要你决定的事情 我一定会支持她 真的 谢谢 好 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哲律师 于总 你放心 这样的案例我见过 我现在很有信心 帮你打一个立场官司 之后有什么需要随时通知我 好 那那我先走了 谢谢 谢谢 贺美回来了 告诉我 您妈情况怎么样 那个 稍微有点恶化 怎么会这样 你别跟我藏着胭着的 医生到底怎么说 不 你别太激动啊 那个医生说是尽早做手术 所以说我问过主人了 主人说 只要手术一切顺利的话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手术 对啊 但是爸 爸 我跟苏静觉得这事 怎么跟我妈说的 是 我知道 对 就是只有我跟她说 你们也辛苦 一天了 你们 你们先去休息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就是休息 你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想一想 怎么跟你妈说呀 好了 你快去 休息 就是 我 妈 都来了 你说你们怎么都不上班呢今天 妈 今天周末 对呀 你看我这事 我都过糊涂了 你呀 谢谢 谢谢 跟你想了个事 是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医生说呀 说 你这个病虽然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也得做一个手术 一个小小的手术 就是把那个 肿块啊 取出来 现在咱们都是过了大半辈子的人了 不是吧 这个现在孩子咱也培养出来了 还成了家 儿子 儿媳妇都非常的懂事 孝顺 我想做手术南辈有点疼疼的时候就 就想想这个 这俩可爱的孩子 我想这种感觉已经 都会坚弃不少 你说是不是 我当什么大事了 不就做个手术吗 那大夫是不是说 把那个肿块一拉出来 我就好了 对对对 就我敢保证 那太好了 看着你们每天这跟走马灯似的 往医院跑 看我操心 我告诉你 皮肤我得病啊 我还难受呢 就这么定了 做手术 跟大夫说 坐 好 咱坐 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啊 我们仨都在外面等着你 你得快点从手术室里出来啊 还得快点好 赫敏儿 得组织我们出去 浇个油什么的呀 没问题 浇什么油啊 等我妈这手术做完了 咱直接滑雪去 对对 好 我知道有一个滑雪圣地特别棒 当然 唱不定吗 大夏天才气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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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和我 我们俩去 好吧 好 如果没什么问题 你就在这手术协议上 签个字吧 医生 这个手术的危险性 是不是很大 你也别紧张 因为进手术室的 都得签这份手术协议 这我知道 因为在手术过程中 有不可预知的危险性的 当然了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这儿 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进手术室了 走了 苏剑 这封信你拿好了 等我进了手术室你再看 好吗 好 妈 我这儿子贺明 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灯 这辈子休了你这么好个媳妇 我要是活着从手术室出来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要是万一 妈 和她爸我就交给你了 妈 你说什么呢 你一定会好好地出来的 孩子 别难过 不难过 没事 我没事 好了 走 过去了 家属请留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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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 苏静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 我还能回想起 我们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 当时你假扮鱼丝 来和贺民相亲 我当时就想 这是谁家的女孩子 怎么这么奇怪 没想到 后来你竟成了我的儿媳妇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而我 把你的善良当成缺点 把你的孝顺当成负担 制定了那个不平等的婚约 对你进行约束 而你 从未恨过我 真心待过 我想想我以前做的事 真是对不住你 总想着 等以后可以慢慢来弥补你 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疼爱 对不起 苏静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的病情 我骗了你和贺民 骗了我的照应 我看着你们 每天为了隐瞒我 做出的努力 我很感动 我想打败病魔 好起来 我还想抱孙子 这次进手术师 我不知道自己 还能不能活着出来 所以在这心里 想叮嘱你和贺民几句 你们一定要互敬互爱 干顾与共 要使对方的父母 成为自己的亲人 要相互信任 相互扶持 第一要善良 第二要相亲相爱 这就是我对你们很大要求 还有 还有 我要是能好起来 平安对付这一次 等我回到家 第一件事 就是要死掉墙 这那张复兵等的邪恨 我真后悔 之前没有亲手撕掉它 我们这样相亲相爱的家庭 还需要什么婚前协议呢 那两处房产 都是你和贺民共同的夫妻在这 假如我走了 再把这封信念出来 如果我平安 那这封信 你就别给他们父子看了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冠冠 他除了音乐和热水 是变上的追寻 也没有别的追寻 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 我相信孝顺和恨命 一定会做好的 好 医生 怎么样 给您加准备 这个手术很通 不要着急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啊 million 要么你 MI afin 先带速进回去吧 你妈不一定什么时候 能醒过来了 不用了 我就在这待着吧 说实话回去我也睡不着 还是在这儿踏实一点 我能陪着你 就让他陪会儿拿吧 好 真美 手术特别成功 你不能进大姐 你不能让我进去 你别拦着我 让我进去 没事 余总 让他进来 你先出去吧 你还真想跟我打官司 白纸黑字 我不用多说了 好 那咱们法庭上见 你考虑清楚 上了法庭之后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了 那咱们现在有什么可谈的吗 当然 这场官司 你没有任何的生存 无论是你对待孩子的态度 或是你能给他提供的生活 你都比不上 到底想怎么样 你会带他回来 无非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 不是吗 很简单 倩倩归我 四合院就归你 还有 这笔钱 你以为 你拿钱就能收买我吗 汪婷 这里没有别人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装纯洁了 你好好考虑清楚 如果打这场官司 你除了输掉倩倩之外 还会一无所有 你这么有把握官司一定会赢吗 毕竟倩倩从小到大 都是跟着她妈妈一起生活 这种感情谁也代替不了 我觉得法官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那你还 所以我才希望 能跟王萍在庭外和解 让她拿钱走人 但我觉得 现在是她的女儿 她不可能就这么放弃的呀 会的 她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我过去的她 现在她这个人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会不会以后的某一天 我也变成这样的人啊 放心吧 我于瑞这辈子要定你了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 这哪儿啊 这边就是我们的新房子 来 我带你去看看 来 天哪 真好看 喜欢吗 嗯 以后我们就住这儿了 我跟你说 我想过了 你老是住在你姐姐那儿 也不方便 四合院现在不能住了 干脆搬过来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怎么了 我是不是太着急了 不是 这不现在千姐还不愿意接受我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放心 也可以的 我正在想 等千千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呢 我想给你结婚 结婚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答应 于瑞 我不是不爱你 只不过结婚有点太突然了 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倩倩 以后你跟爸爸一块生活好不好 那妈妈 你呢 妈妈有点事情 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 我不要 我要妈妈 妈妈答应你 一有空妈妈就来看你好吗 为什么 妈妈就不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呢 你还太小了 等你长大会明白的 千年乖 睡觉了 不问那么多了 来 宝贝 睡了 来 姐姐 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好 一会儿你长大了 他会明白的 对不起我 姐 你看 倩倩会喜欢这个吗 关键是您喜欢吗 我特别想知道你喜不喜欢倩倩 而且 未来你的生活里就多了那么大一个女儿 你到底能不能接受啊 这一切你都想过吗 我也不知道了 其实一开始雨薇让你搬过去住吧 我觉得有她照顾你 我也能接受 可是现在你们要一起住 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姐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那我不可能让雨薇不要倩倩了呀 找到是这种情况 我就不应该同意你们在一起 喂 好 我知道了 姐 雨薇说 王培已经同意停下和解了 那不挺好的吗 行了 就她吧 我说的是这个 姐姐应该会喜欢吧 来了 来 进来 回来了 对了 倩倩 这就是爸爸的新房子 这位你见过 苏琴 该怎么教呢 叫姐姐就可以了 好 叫苏琴姐姐 妈妈 倩倩 各位啊 妈妈有点事 我有日子会来看你的 来 爸爸带你去你的房间 好不好 走 走 就在上面 这里就是你的新房间了 倩倩 这就是你的房间 你看 这么多玩具 都是苏琴姐姐帮你买的 喜不喜欢 去看看 你还要留给你 孩子刚换了个新环境 还不太习惯 给他点时间 好 嗯 倩倩 你看 爸爸给你买的新书 大灰狼 小朋友 行不行啊 你看 妈 待会儿做手术的时候别紧张 那不紧张 老风 你应该从精神上先放松 而且相信自己能战胜这一切 你看 亲女儿又过来了 我们都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 我哪有你那么好福气 你瞧瞧你这儿媳妇 天天一大早就来报到 我们都看在眼里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你看看我这闺女 新女儿 要不是今天我做手术啊 她都没工夫来 你这个儿媳妇啊 真是打着灯弄都难找 如果我要是生病了 我妈能对我更好的 呸呸呸 小乌鸦嘴 老方 我们等你回来啊 妈 阿姨 你别紧张啊 走吧 没事 没事 我没事 你爱你 不用了 我嫌你也是嫌的 喝水吧 阿姨 小乌鸦 来看您啦 小乌鸦 小乌鸦 来就来 我还买什么东西 不该的 阿姨 你的气色 比她们都好多了 谢谢 这已经早日干过 谢谢 好 倩倩 倩倩 起床了 上学了 爸爸今天早上有事 我叫苏金姐姐 送你去学校好不好 不 我不让她送 我不要 我不认识她 倩倩 倩倩 乖嘛 我要赶时间 快 起床了 起床了 我爸爸呢 你爸爸工作忙 他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 起 你怎么不回答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 你这么想 就想当我后妈 你这个意思 还说没有 你在我们家 顶多当个保姆 或者跟班 当我后妈 倩倩 你慢点 你怎么回事 阿姨病情怎么样了 癌细胞切除以后吧 没有扩散 我们也总算能够放心了 医生说 如果康复得好的话 就可以出院了 太好了 阿姨好人有好报 一定不会有事的 那你呢 他 这年半进来以后 你们俩相处得怎么样 他 还是不肯接受我 没事 慢慢来吧 姐 其实我今天有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雨瑞说 我跟他已经确定关系了 想跟我回趟老家 见一下爸妈 怎么这么突然 我也觉得呀 但是他说这事啊 爸妈早晚得知道 晚上还不早说 你觉得呢 行 我觉得说了也挺好的 早点告诉爸妈 让他们也有个心理准备 可以慢慢接受 别像我跟张鹤明一样 在一起谈恋爱 结果瞒爸妈瞒了那么久 而且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 雨瑞这个人还挺好的 我也放心 走吧 妈 您进不得起来 妈 您进不得起来 没事呀 妈 妈 小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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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嫂子 你好 你好 这是余瑞 宝贝 你好 你好 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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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慢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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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多吃我呢 来 吃我味啊 对 对 好 谢谢 宝贝 你好 那小小意思 不省惊议 余总 谢谢你 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啊 没有 应该的 应该的 爸 你说话啊 你可真是 你 给我出去一趟 来 爸 我说丫头啊 不是 人家气死我呀 不是 人家气死我呀 不是 人家气死我呀 你让我这聊脸往哪儿割呀 你说你啊 你说你啊 开始吧 是找了一个爱好 那我就不同意了 你说这弄一个什么 离了婚带孩子的 你说你是不是找他来气我呀 怎么能够 这不是这意思 你不是这意思 你知道街坊邻居 都怎么说我吗 那个爱好我不同意 这个 我更不同意 早静 慢 我们那个先回屋了 你们聊吧 好点 快坐下 快 谢谢 伯母坐 伯母坐 你看我这 这太野漏了 没有 没有 很好 很好 伯母坐 于瑞啊 你的事苏静都告诉我了 其实呢 我觉得吧 你也挺不容易的 伯母千万别这么说 苏静说 苏静是铁了心要跟你在一起 别人说他是为了你的钱 我的孩子我知道 他不是那儿的人 是 苏静呢 他还小 面对的事情还很多 所以呢 我们做家长的 自然有些担心 伯母 这个我明白 不过也请您放心 我不会让苏静受到任何委屈的 你和苏静在一起呢 我也没别的想法 我总是希望呢 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你好好照顾他 这样呢 我们也就放心了 是 这个一定的 一定的 爸 于瑞对我是真心的 我对他也是真心的 好好好 那你起来抓 你起来抓 你起来抓 你说 他有什么好啊 爸 我知道 我跟于瑞的事情 让您和妈很难堪 其实我之前也非常纠结 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 他真的是对我好 在我生病的时候 是他带我去医院 陪在我身边也是他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我 陪伴我 爸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但是我希望 你和妈能祝福我们 闺女 你是爸妈的心头肉 爸妈老了 就愿意你们过得好 闺女 只要他疼你 爱你 我们就放心了 好在为之吧 闺女 谢谢爸 你又吐了 来来来来 你这最近是怎么了 估计是累的吧 而且一半是吃饭 胃不舒服 不是吧 我觉得 会不会 不能吧 我们先别往那儿想了 免得空欢喜唱 嗨 甭管他是不是 明天去医院查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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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几楼呢 我找你半天了 没事 反正我要来医院做附件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一会儿见 嗨 不是那个意思 你怎么来医院了 我有点感冒 对了 那个我考研考上了 是吧 那很好啊 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你 你不也是吗 对了 你老公呢 他工作特别地忙 他工作特别地忙 刚下飞机 赶过来的路上呢 我 祝你永远幸福 谢谢 我很幸福 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 老天爷很眷顾我 可能觉得我之前 受的伤害太多了 补偿我 你都保证一下 你都保证一下 你怎么咋的呀 我刚刚碰到个朋友就聊两句 谁啊 不认识 怎么样 什么结果呀 哥们儿要当爸爸了 真的 挺厉害的 你 来 庆祝一下吧 来 庆祝一下吧 来 庆祝一下吧 庆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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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二的 干嘛 我放饭了 走走走走 等李大 谁等你啊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行了行了 你别太激动 别太激动了 我能或激动吧 这是我最近啊 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不对 那您这手势成功不算啊 小小姐 算算算 这叫双喜临门 对 不行 庆祝你怀孕了 您不能在医院这儿待着 这儿到处都是病菌 来 和鸣赶紧带苏进走吧 没事 对 真的不行 你们得赶紧回去 还有啊 你不能在上班 赶紧请假啊 咱们可不能让菌去重演了 是吧 走啊 不是 走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别在医院来看我了啊 我 你别来 你在家照顾你媳妇 爸你也注意休息啊 慢点啊 爸你也别累着啊 放心吧 我挺好的啊 好好养着 倩倩好好写作业啊 倩倩 妈妈你回来了 写作业呢 爸爸也想你啊 今天上学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嗯 在写功课是吗 嗯 来 爸爸看 写什么呢 嗯 怎么了 哎呀 没什么 我本来觉得自己还挺强大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可能千年这一辈子都接受不了我 不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没有用的 好 怎么会呢 你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好不好 是我要一点时间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回去见了爸妈 他们没说什么 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挺不痛快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没做过让他们不开心的事 可这次 可是我们已经经历这么多了 难道你现在要放弃 这样吧 你拿着 这是干嘛呀 如果你对我们未来没有信心的话 那不如把我们的命运 就给老天亮安排 你随便买张机票 不要告诉我去哪儿 如果可以找到你的话 那代表老天不想让我们放弃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会找到你 请进 余总 您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查好了 苏勤订了一张去马尔大夫的机票 好 马上帮我订一张同一班的机票 好 知道了 你 苏勤为什么没登机 他能去哪儿呢 难道是哪儿 或者能去哪儿呢 或者我还是会在哪儿呢 一些什么的事 我认识是哪儿呢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怎么会呢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找到你的 你相信了吧